近年来美国政府军方以及商业界受到黑客攻击的次数越来越多 损失也越来越严重 网络安全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主任西路芙 提出了主动防御的概念 希望能够扭转情势 西路芙接受了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义的专访 谈到如何进行网络安全防御 法兰克感谢你接受采访 尤其在忙碌的选后第二天 第一个问题有关于你发表的这份主动防御报告 什么是主动防御 它的框架又是什么 在政府部门以及私人产业是否有不同的运用方式 我们目前网络安全的做法是被动的 就像你家被抢了之后才打电话给锁匠 这根本就没有用 我们并非提倡攻击性网络手段 也就是黑回去 但现在主要的被动性与防卫性的做法 以及黑回去的做法之间有许多空间 基本上就是介于防卫性与攻击性之间 一套的技术解决方案 包括能够在自己的资讯里加上信号 可以在你的资料里面 你的信息系统里面 当有人入侵你的系统 就会向捍卫者发出警告 你的资料已经离开你的管辖范畴 还可以追踪到是谁入侵 是谁来偷走你的资料 我们同时也认为可以使用 基本上就是使用蜂蜜罐 以假的网站吸引罪犯进来 阻碍他们的行动 能研究他们的攻击手段步骤等 给你机会能够进行逆向的工程 进一步了解敌人的动向和能力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白灰地带 另外就是所谓的黑灰地带 现在有几个成功将僵尸网络下架的案例 或是打败恶意软件的散播者 私人公司自己不能这样做 因为这样他们将要入侵 国内外的网络系统 但是与政府合作 私人公司可以与执法单位合作 就想想最近在美国的 DYN公司阻断服务攻击的事件 黑客攻击了网语名称系统 基本上就是互联网的电话簿 造成极大的影响 但如果该公司内部采取了某些主动防御的做法 就可以在伤害造成之前阻止黑客 技术其实已经到位 问题是谁要来做 要做什么 政府不会尽其所能地做 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这样做 我们必须确保私人企业有足够的空间 能够主动防卫他们的系统 很有趣你提到Dyne的攻击事件 我记得当天有三起攻击 不过他们成功地阻挡了第三起攻击 事实上 我与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网络安全专家谈过 他叫做史蒂芬扣地 他之前也是黑客 但我问他在网络安全方面 他希望能够做什么 或希望私人公司有哪些能力 他回答我解开手铐 他希望有更多的自由 他希望能够做更多 来阻止攻击 他提到他其中的一位客户 追踪那些被偷窃的资料 一路追到北京 你认为是否更为激起的手段是必须的 而我们应该给私人企业 那样的力量来这样做 当然现在我们责怪受害者 当一家公司被黑后 我们反而被不同的投资人告上法庭 我们必须开始让罪犯感到痛苦 要劝阻 贺阻 迫使未来不再发生犯罪行为 绝对无法光盖防火墙 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但除了要采取更防卫性的想法 我们也要考虑到 有时解药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我不想要黑回去 因为如果有人黑回去 攻占某个在北京的服务器 那可能引爆网络战 这是大家都不乐见的 应该要跟政府合作办案 因为中国政府可能会认为 那是美国政府干的 情势就会越来越紧张 我不要牛仔 我不要为所欲为 但现实就是 光盖防火墙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知识产权被盗窃的成本实在是太高 为何要花费数千万美元做研究 如果你可以顺手牵羊 可以将这些偷来的技术 做成自己的产品 并且获得市占率 我们需要新的手段 且正确地使用主动防卫 而不是过度侵略性的 这才是解决方法的一种 讲到私人企业 许多私人企业也是跨国公司 打个比方来说 斯科他可能在美国境内提供网络安全 但同时也在中国做生意 即使对网络安全公司 他们也同时在美国 以及其他有敌意的国家都有生意 对于这些公司 可能一方面必须要与这些政权 分享某些资讯 但同时又要保护自己 不受到这些政权的侵害 你有哪些建议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 而我希望有个简单的答案 但首先 网络是一个不分国界的议题 所以我们都理解 必须要有个跨越国界的国际标准 不幸的是 好几个国家为网络犯罪行为 提供避风港 俄罗斯莫斯科 中国北京都窝藏了许多黑客 而我们与这些国家 没有签署引渡条约 我们的报告当中提出建议 国务院能够采取的 主动防御外交手段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 单纯的美国公司 现在都是跨国公司 但我们也要考虑 你提供的防卫工具 心怀不轨的人 也可以拿来攻击你 所以我想某个方面 你会看到大家开始注意到 从出口管理的角度 来看网络安全 因为他们用来防卫 自己系统所采取的步骤 也会被当成武器 用来攻击美国 这带到下一个问题 也就是在美国军方 以及美国政府内部 都越来越担心 使用某些产品 例如他们被建议 不要采购 或是使用联想电脑的产品 因为担心 那会构成网络的风险 而我们刚才谈到的 在美国内的公司 但是在中国 也有做生意的公司 我们是否也要担心呢 我们要如何确保 这些公司取得 政府采购完之后 能够确认 我们的互联网 是干净安全的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先退一步说 大部分网络安全信息泄露 都是第三方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最近在美国 有一股很强的推动力 叫做美国境内外资委员会 要找出哪些国际公司 在美国动作较大 尤其是与政府有合作的公司 比如华为就很令人担忧 他们的产品比斯科的 要便宜很多 但虽然买得便宜 华为的产品 有可能将信息转回中国 监管第三方供应链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也很难 美国公司一直都在 与国际公司设立合资企业 从宏观角度讲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 这也带来了很多 网络的安全风险 最关键的部分 包括军事系统 电子系统 电力工程 金融行业等 这些系统非常重要 网络安全 应该是企业采购当中 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保障安全的最终方式 就是在设计系统时 采购时 就已经考虑到安全问题 对我来说 安全问题 不是在事发后补救 而是在最初阶段就设计好 这会从我们的防御系统开始 以后那些关键的系统 也都会采用 再回到主动防御 为了让全国的私人企业 都能够采用主动防御 这需要行政当局 以及国会 推出什么样的新政策 和新法案 大部分与网络安全 相关的法律跟法规 都是在1970年代制定的 而当时设计互联网的目的 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 网络安全当时 根本没有考虑进去 而我们大部分的法律 其实都已经非常过时了 这些法律的依据 是老旧的技术 现在人们只能使用 这些法律制定时的精神跟动机 所以最终我们在要求的是 电脑诈骗滥用法案 这是一个主要的电脑黑客 以及犯罪法律 需要根据我们报告中所提的 白灰色地带与中灰色地带进行更新 我不要求重写现行法律 但必须要根据当今我们生活的世界 做出符合现实的修改 我们正面对21世纪的威胁 却使用19世纪的法律 所以法律必须要符合最新的情况 说到世界政改变 我们刚选出了一位新总统 你对于当选总统川普的 网络安全证件有何了解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几星期前 他的竞选白皮书当中有提到 网络安全必须是 也将会是他执政的优先项目 他组了一个行动小组 来寻找美国政府内外的弱点 我认为他会了解私人企业 必须在这件事上打前锋 缺乏私人企业的材质以及创新 政府无法达成目标 就他的商业背景而言 我认为他会了解 而且我也认为 不管到目前为止 是谁在辅佐总统这方面的政策 目前形成的网络阻吓策略 对我来说是绝对的优先 劝阻贺阻迫使 最终使你无法劝阻科技 你阻贺与劝阻的对象是网络使用者 我们需要制定针对俄罗斯 中国朝鲜伊朗 外国恐怖组织犯罪集团贺阻策略 他们各自都有不同 也都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对我而言 这是我们现行网络安全策略所欠缺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跨党派的议题 而我们都依赖一个强大的网络安全策略 是一切专业的则 是一切专门的则 我认为我们都要在这些强大的 核心论贺阻力 一旦